这期继续分享《黑车司机》78篇,虽然与田爱受过这样的训练,当发生和生命相冲突的情况时,要牺牲其他的一切东西来保护自己的生命,但是这位日本早到田大学的高材生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屈辱。 虽然被莫小鱼压在了洗手台上,可是她并不老实,而是在不停地挣扎。莫小鱼打开了水龙头,将其头部按在洗手池里,水在哗哗地流,不时把她的头按入到水池里。 当呼吸和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生利益冲突时,相信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呼吸,与田爱也是人,也不例外,为了减少自己被虐待的时间,她停止了挣扎。 虽然她知道自己昨天和莫小鱼肯定发生了关系,可是那是在自己不清醒的情况下,但是现在呢,自己可是非常清醒的,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经历着什么事。 莫小鱼如果想要她陪着上床,完全可以唤醒降头,但是她渐渐地不满足和一具没有意识的尸体在做这种相互间交流非常非常强的活动。 所以,她想冒险一试,她要在与田爱完全清醒的时候征服她。 双手被腰带捆扎在身后,头部被莫小鱼按进了水池里,自己的裤子被退到了膝盖处,一切都将无法挽回了。 随着水池里的水,开始有节奏地荡漾起水纹,与田爱咬紧了牙关,她一声不吭,只是期望这样的时刻赶紧过去,奈何这个混蛋池,酒力还很强,迟迟没有结束的意思。 与田爱闭上眼,开始做转移注意力的思维,她在想着自己是和自己亲爱的人在一起,把莫小鱼想成自己暗恋的那个男生,本以为这样可以减轻自己的痛苦。 没想到她把她带进了另外一个更深的漩涡,渐渐地,她在有意无意地跟上了她的节奏。 这是让她无法接受的现实,没错,尽管她的精神尚在抵抗,但是她的身体却率先投降了。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昨天你就是这么强迫我的,我只是给你演了一遍而已。 莫小鱼将与田爱放在地上,解开了她的手,自己点了两支烟,一支烟递到了与田爱的嘴边。 但是被她接过去后当成了武器,狠狠地投向莫小鱼,两只眼里充满了愤怒的火焰。 莫小鱼,你给我等着,只要是我不死,我一定会杀了你,我发誓。 与田爱狠狠地说道。 莫小鱼笑笑,走过去,蹲下来,捏着与田爱的下巴说道。 嘿嘿,我等你来找我,只怕是你尝到了甜头,来找我后再也不肯离开了呢。 莫小鱼再也不管与田爱,起身开门走了出去,这个犯罪现场留给与田爱自己去收拾了。 莫小鱼给陈飞打了电话,问问她在哪个区,自己好去找她,而莫小鱼走后,与田爱迅速地摸干净了眼泪,穿好衣服,像是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出了大英博物馆,对莫小鱼的仇恨更加地深了。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我都等急了。 莫小鱼刚刚看到陈飞他们,完颜柔家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怎么了? 莫小鱼看到完颜柔家眉头紧簇,问道。 出大事了,我发现了一件东西,这件东西我以前见过,怎么到了这里呢? 完颜柔家说道。 什么东西? 莫小鱼奇怪地问道。 走,在这边,你来看看这东西。 完颜柔家拉着莫小鱼到了一个展台前,指着玻璃柜里的东西说道。 这不就是一块虎符吗? 古代打仗识调兵用的,怎么了? 莫小鱼奇怪道。 你仔细看看虎符的头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完颜柔家小声地问道。 虎符的头部? 莫小鱼一边嘀咕,一边凑过去仔细看去,要不是莫小鱼的眼力好,隔着这么远,还真是不一定能看清楚。 在虎符头部的花纹里,赫然刻着三个字,李源日。 莫小鱼一惊,看向了完颜柔家,这件东西。 没错,就是她的,我亲眼见过的,她没事时经常拿出来把完和擦拭,有一次还让我看了看,我当时就看到这虎头上刻着这三个字呢。 完颜柔家说道。 这可奇了怪了,不会这要巧合吧? 莫小鱼问道。 此时,苏飞也走了过来,陈飞他们也只是在外围警戒着而已,并不会打扰到莫小鱼等人的观看。 回来了,事情都解决了吗? 苏飞问道。 完事了,你们参观得怎么样? 莫小鱼笑问道。 参观什么呀,家家就盯着一块虎符看,而我呢,去找了找你说的女史真图,还好找到了,不过我看好像是复制品,不像是真品展出。 苏飞说道。 哦,走,去看看。 莫小鱼对这幅千古名画可谓是闻名已久,但是却从未见过真容,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那幅,也不是一直展出的。 一看到这幅画时,莫小鱼像是痴迷了一般,站立当地,久久都没有说话,完颜柔家想要叫他一声,但是被苏飞拦住了。 这就是女史真图,这也不是原本,原本已经遗失了,这可能是唐代魔本,原来有十二段,现在只剩下九段了。 莫小鱼感叹地说道。 能做吗? 苏飞小声问道。 这是卷本,这样的卷去哪里找? 就算是唐代的卷现在找来,怕也不能用了,如果连材料都找不到,就算是能化其神韵,也会被人检查出来的。 难如登天啊。 莫小鱼感叹道。 这幅画很值钱吗? 完颜柔家问了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 这是艺术,怎么能用钱来衡量呢? 苏飞对完颜柔家说道。 这幅画是根据西晋张华的女史真一文所作的画,画家是顾凯志。 每一段画的都是宫廷妇女的结义行为,标榜的是那个时代的女德。 这幅画原来藏于圆明园,后来被英国大魏姬永松道来的,原来有十二段,现在剩了九段了。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那本女史真图是宋代摩本,这一本是唐代摩本,要比北京那本要好很多。 莫小鱼摇头叹息道。 说吧,又看向这幅画,这种机会不多,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来这里看。 这里真的是铜墙铁壁吗? 莫小鱼自言自语道。 在上个世纪时,倒是曾有人从地下进来过,通过了下水管道,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在大本中敲响时的那一刻,用定向爆破的方式,炸开了一个洞,从那个洞里钻了进来,但还是被抓住了。 苏菲说道,在什么地方被抓住的?就是在这幅画面前被逮住的。 苏菲说道,哦,这么说来,早就有人打过这幅画的主意了。 莫小鱼说道,因为这幅画是大英博物馆的三大镇馆之宝之一,所以有人盯上这幅画一点都不稀奇。 是吗?这倒是奇怪了,既然是三大镇馆之宝之一,为何单单偷这幅画呢?其他的都比这还难偷吗? 不是,因为另外两件他就算是偷到了,也带不走它们。 为什么? 完颜柔家替莫小鱼问道, 走吧,我们去看看那两件镇馆之宝是什么。 苏菲来这里不止一次了,所以对这里很熟悉, 带着莫小鱼和完颜柔家直奔埃及馆。 这里不是按年代陈设的,我们刚刚是在东方馆,那里主要是陈设中国、印度和日本等东南亚国家的文物,前面就是埃及馆了。 看,那就是第一镇馆之宝。 苏菲指着一块高大的石碑说道, 怪不得没人偷呢?原来是不好带走啊。 完颜柔家笑道, 这就是著名的埃及罗塞塔石碑, 这块石碑是拿破仑从埃及溃败时带到欧洲的。 但是到了后来,被英国人运到了这里, 这块石碑上有三种文字刻字, 而石刻的时间在公元前196年, 这可是有确切记载的, 所以很难得。 苏菲一字一句地介绍道, 莫小鱼对这些外国文物并无多大的兴趣, 他其实更愿意在中国厅待一回。 但是看到这些来自中国的文物陈列在异国他乡的展柜里, 中国人想看一看这些东西还要不远万里到这里来看, 实在是一件让人心酸的事情。 苏菲, 那个被逮住的小偷现在哪里? 死了吗? 莫小鱼问道。 苏菲眼珠子一转就明白了莫小鱼的意思了, 立刻说道, 没死, 但是一直都在监狱里关着呢。 你可能想不到, 他是一个华人, 只是不是在国内出生长大的, 他是出生在菲律宾的华侨, 现在关押在私营监狱里。 私营监狱里? 监狱还有私营的? 莫小鱼奇怪道。 对, 这就是英国的监狱制度, 私营监狱, 是指私人和政府签订合同, 承包监狱, 从修建监狱, 筹措经费, 管理监狱, 以及承接犯人, 都是和公立监狱一样的。 苏菲说道。 那能想办法把它弄出来吗? 莫小鱼问道。 可以, 只要你啃出足够的钱。 苏菲说道。 嗯, 你改天找个人去监狱里见一下这家伙, 看看他还值得捞吗? 如果不值得了, 那就算了, 如果值得, 那就费点心思捞出来。 他可能是最接近女史真途的小偷了, 他自己可能也在想一件事, 那就是他就差那么一点点。 墨小鱼说道。 没错, 就差那么一点点, 只是他还有没有斗志, 就不好说了。 苏菲说道。 从大英博物馆出来, 墨小鱼看到宇田爱的车已经不在了, 他们打车从博物馆直接回了酒店, 墨小鱼早就看出来了, 完颜柔家有话没说完, 所以一直都显得郁郁寡欢的样子。 房间里只剩下墨小鱼和完颜柔家了, 墨小鱼说道。 你想说什么, 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 到底怎么了? 也没什么, 我只是被惊着了, 那个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当时李源日死了后, 那件东西不知道到了谁的手里。 完颜柔家说道。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这可不好考证了, 那东西很有用吗? 墨小鱼问道。 当时大金国和西夏相互派人去为序, 其实就是质子, 大金国点名要的就是李源日, 因为大金国在西夏的细作报告说, 在西夏的那些皇子们, 最有能力的就是李源日, 所以父皇非要让他为序, 这样西夏国的其他皇子们就不足为虑了。 当时他就是带着这一半虎符来到大金国的, 他说, 他的父亲给了他一封秘纸, 如果西夏国发生内乱, 他就要回去带兵上尉, 这是他父亲给他的一颗定心丸。 完颜柔家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墨小鱼总算是明白了。 但是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这玩意早没用了吧, 李源日都死翘翘了。 再说了, 当时那一枚定魂钉叉叉进了他的脑袋里, 还能不死。 墨小鱼自言自语道, 或许是我多疑了吧, 我只是猛一看到那个东西, 觉得很可怕, 我又想起来, 我刚刚醒过来时那一幕了, 真的是太吓人了。 完颜柔家说道, 不用怕, 有我在这里呢, 你怕什么呢? 墨小鱼安慰完颜柔家道, 完颜柔家愣了一回说道, 别的我倒是不怕, 你说李源日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复活了呢? 怎么可能呢? 我干爹的定魂钉可不是吃素的, 我是眼睁睁看着那一枚钉子 定入了他的脑门里的, 怎么会活呢? 不会不会, 别吓唬自己了。 墨小鱼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 但是, 让完颜柔家这么一说, 墨小鱼也感觉到有点含糊了, 可是作为男人, 也只能是一个尽地安慰自己的女人了, 至于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事, 那就不知道了。 就好像是冥冥中的感应一样, 在遥远的东方, 东北依然是冰天雪地, 考古队也开始上班了, 但是现在洞土层还没解冻, 要想挖掘考察, 至少还要等三个月。 可是前期的预备工作可以开始了, 于是考古研究所一些年轻人被抽掉到墨葬所在地, 进行前期探查, 可是到了那里一看, 发现了到洞里又有人进出的痕迹, 这一现象让考古队心急如焚。 在请示了上级之后, 他们准备先机派人下去看看情况, 既然盗墓贼又来光顾, 那么这里可能还有他们没带走的东西, 所以要进行抢救性探查。 这些盗墓贼真是要钱不要命啊, 这么冷的天赶来, 看这脚印, 怕是有不少天了吧, 我们的人怎么看的? 没发现吗? 考古队队长生气地看着周围的一连串脚印, 问道, 这么冷的天, 谁能想到还会有人来啊? 算了吧, 还是先下去看看情况再说吧。 其他人说道, 谁先下去? 队长问道, 还是抽签吧, 这大过年的, 都不想下去沾染这个晦气。 贾A说道, 好吧, 那就是按照老规矩, 三人一组, 下去看看, 不行了, 换第二组。 队长说完, 开始写抓就用的纸团, 最后抓的结果是, 贾A, 李B, 王C作为第一批人先下去看看情况再说。 于是在道洞的, 洞口织好三脚架, 一个个绳匠下去, 剩下的人在上面搭帐篷, 这事准备随时住下来, 先进行一个前妻的考察。 三人下来后, 发现这个道洞打得非常好, 只是穿过了很短的一段距离, 他们就到了一个看似大厅的地方, 在高倍的强光手殿下, 他们不停地拍照, 要把这里的一切都记录下来, 以备回去进行分析研究。 贾哥, 你看看这里, 这人的衣服是现代的, 是不是盗墓贼? 李B被脚下的东西绊了一下, 一低头, 看了绊倒自己的, 居然是一具僵尸。 妈的, 晦气, 怎么下来就遇到这玩意了, 周围都给我看仔细了, 把该拍的都拍下来, 不要走远了, 记好方位, 到时, 我们还要画图呢。 贾A说道, 我靠, 看起来, 这里还真是不小啊, 会不会是某个皇帝之类的陵墓, 不会是成绩思汗灵吧? 王C说道, 这不可能, 成绩思汗灵怎么会在这里呢? 要说金国或者是后金还有可能, 你说呢, 贾哥? 李B说道, 你们都别瞎猜了, 找到证据才能证明这是谁的窝, 你们在这里瞎估计有什么意思? 贾A说道, 于是三人分开了, 开始慢慢找东西, 就在这个过程中, 三人渐渐分开了, 但是彼此还在互相联络着, 此起彼伏的声音在地洞里时不时就有回音, 贾哥, 贾哥, 你过来一下, 我发现了一个门, 快过来看看。 李B喊道, 于是三人又再次聚拢, 但是手里都有不少东西了, 看上去还都是不错的东西。 嘿, 不错, 总算是没摆下来一回, 这东西可能太大了, 连盗墓贼都没拿走, 你说的那门呢? 贾A问道, 李B带着这两人到了石瓶后面的白玉门前, 伸手摸到了玉门上, 温软得很, 这门有点蹊跃啊, 按说这么冷的天, 这门又在地下, 很冷才是啊, 怎么会这么温软呢? 是不是有问题? 贾A问道, 贾哥, 打开看看不就是了, 这里面说不定就是墓室了呢, 打开看看就知道是谁了。 王C说道, 开始时, 贾A确实是犹豫了一下, 但是看到李B和王C的目光很热切, 再说了, 自己是队长, 要是真的有重大发现, 那也是算在自己头上, 愣了一下, 推开了这道门, 也推开了自己的鬼门关。 门打开以后, 他们三人面面相去, 这里看起来云雾飘渺, 往下看不到深浅。 走, 进去看看, 都到这里了, 万一这里面有重大发现呢? 李B又再次说道, 好奇心每人都有, 尤其是他们这种考古出身的人, 更是好奇心爆棚, 连和地面联系都没有, 直接推开了石门, 他们心里清楚, 要是和地面联系, 那么很可能不会允许他们进来。 虽然, 看起来是烟雾飘渺, 可是走近了一看, 还是能看到, 脚下是有一条路, 通往那若隐若现的棺材的。 我靠, 那是玉关, 这东西, 只有在古书上有过记载, 还真是没人见过这东西呢? 看来这墓主人的身份绝不一般啊, 甲哥。 李B说道, 看来是这样, 走, 过去看看。 甲A此时也动心了, 脚下的步伐加快了, 大家很快就到了放置玉关的高台上, 但是此时王C却和他其他两人的注意力不一样, 他看到了再不远处躺着一个人, 但是这人的衣服, 看上去却是古代人的衣服, 而且还有少数民族的特点。 喂, 你们看, 这里进来过盗墓贼了, 这个人可能就是玉关的主人, 怎么被抬出来了? 头上还插着一枚钉子,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定魂钉? 王C问道, 甲A和李B本来都到了玉关前面了, 偷眼朝着玉关里看了一眼, 发现棺材内部全都是珠宝玉器, 而且看上去颜色还不错, 可是王C这么一叫唤, 这两人也被吸引了过来。 这好像有点不对吧? 甲A说道, 怎么不对了? 你看, 这个死尸是个男人的样子, 可是你再看看棺材里的东西, 我刚刚看了看, 怎么看着都是一些女人才用的东西呢? 说完, 甲A走向了玉关, 去看棺材里的东西了。 随他起身去的还有王C, 但是李B倒是留了下来, 这家伙也是手剑, 一伸手, 将钉在死尸上的定魂钉给拔了下来, 他也没在意, 手里拿着定魂钉就站起身, 一边看一边嘟嚷着, 转身想要离开死尸时, 却感觉到自己的脚踝被什么东西给抓住了。 他大吃一惊, 这已经非同小可, 慢慢回头看向自己的脚下, 发现刚刚还躺在地上的死尸不知道什么时候坐起来了, 他如果此时大喊大叫, 可能其他两人还不会死。 可是人在极度恐惧时是发不出声音的, 他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死尸坐起来, 然后扶着他站了起来, 此时, 他咣当一声倒在了地上, 吓得昏了过去。 而那两位只顾着巴拉玉冠里的东西, 根本没注意到他们的人已经倒下一个了。 李源日一步一步向玉冠走去, 来到贾A身边时, 只听到贾A说道, 看这样子, 这个玉冠不是属于那句男尸的, 说不定那句男尸也是盗墓者之一。 你们在找什么? 李源日沙哑着嗓子问道, 这个时候, 王思彦觉得事情有点不对, 一抬头, 就看到了李源日的骷髅脸, 吓得嗓的一声, 就要转身逃跑, 可是刚刚跑出一步, 就被李源日抓了回来。 贾A此时已经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就算是他参加过如此多的古墓开绝, 但是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次见到, 就算是想跑, 可是自己的腿都不听使唤了。 你是什么人? 我们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 这里被人盗了, 我们是政府的人, 来这里看看, 想要保护这里的。 贾A是着想要和他讲道理, 但是貌似这家伙不喜欢讲道理的人, 一双在干枯的眼窝里的眼睛闪闪发亮, 但是射出的目光却让人心悸。 你问我是谁? 你在我的家里问我是谁?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李源日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声大笑, 将贾A彻底震到了地上, 他手脚并用地爬起来, 看着李源日此时的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 想悄悄地绕过玉棺朝门口跑。 可是他刚刚绕过玉棺, 就发现自己的眼前站着一个人, 看脚下穿着的鞋子像是王C的, 可是一抬头, 看到的样子却让他差点晕过去。 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王C的筋疲尽尸, 他脸上的皮肉仿佛是被晒干了似的, 紧紧贴在骨头上, 好像是要长进骨头里一样。 本来我以为我还会等更长的时间, 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人了, 七魄已经齐了, 就差你们这三个人的魂了, 看来是上天不灭我李源日, 我会复仇, 一定会复仇的。 李源日摸着棺材的手, 渐渐丰满起了肌肉。 假A这是第一次见到如此诡异的事情, 自己要是把见到的这一切都写出来, 这将是考古界的一大奇迹, 甚至可以改变人们对生命本身的认识。 可是对他来说, 这只能是成为幻想了, 因为这个时候, 王C已经把他提起来, 交给了李源日。 看着李源日黑洞洞的大嘴朝自己袭来, 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变成了和王C一样的家伙, 剩下的那一个同样未能逃脱这样的命运。 李源日的三魂七魄都已聚齐, 他迈进玉关, 将玉关的盖子盖上, 他还要在这里进行七七四十九天的闭关, 要把不同人的三魂七魄重新为他所用。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假A三人失去了李源日的牵制, 像是金刚头的那三个同伙一样, 魂飞魄散, 再无生命可言。 墨小鱼正在睡觉, 可是忽然听到身边的完颜柔家 嘴里不停地嘟嚷着什么, 赶忙打开了灯, 只见完颜柔家面色苍白, 满头大汗, 急忙叫醒了他。 啊, 完颜柔家呼地一下坐了起来, 一把抓住了身边的墨小鱼, 吓得瑟瑟发抖。 怎么了? 做噩梦了。 墨小鱼拍打着他的后背, 下床倒了一杯水给他喝。 完颜柔家愣了愣神, 还了好一会, 这才喝了口水, 说道, 我梦到李源日了, 他活了。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你白天看到了那枚虎符, 你就说, 担心李源日会复活, 这怎么可能呢? 我干爹的定魂丁能把他定死, 没事的, 别怕。 墨小鱼安慰完颜柔家道, 不, 我一直觉得梦里的就是真的, 他活了, 就睡在我的棺材里。 完颜柔家苦涩地笑笑, 说道, 开玩笑呢, 大晚上的, 这样的玩笑可不好笑, 来, 睡吧, 你身上都湿了, 要不然去洗洗吧, 不然会着凉的。 墨小鱼说道, 可是, 我不敢去。 完颜柔家抓住墨小鱼的手, 说道, 呵呵, 我陪你去, 怎么样, 我可是求之不得呢。 墨小鱼说完, 帮着完颜柔家把湿透的睡衣脱了下来, 然后抱起他去了洗手间, 一个大白羊一样的美人, 双手抱膝, 坐在了浴缸里, 墨小鱼开始往浴缸里注满了热水, 然后自己也进了浴缸, 让完颜柔家躺在自己怀里, 渐渐地, 他闭上眼睛, 享受着这片刻的安宁。 有我在你身边, 你怕什么呢, 我能把你从古墓里背出来, 我就不会再让人伤害你, 我就是你的保护神, 永远都是。 墨小鱼的手, 在完颜柔家的身上到处游荡, 把他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占有一遍。 这是我的领地, 谁都不能踏足一步, 我墨小鱼不再是当年任人宰割的赵元郎, 如果李源日老老实实地待在古墓里, 我也不会再去找他的麻烦, 如果他赶出来, 我一定会把他送到火葬场, 让他尸骨无存, 再也没办法拒其所谓的三魂七魄, 该干嘛干嘛去, 好好的死去就算了, 否则, 我绝不会让他好过了。 墨小鱼搂紧了完颜柔家, 将其牢牢地困在自己的怀里。 忽然, 完颜柔家回头看了墨小鱼一眼, 羞怯地说道, 你好坏啊, 和我在一起, 就不想好事, 起开, 我要去睡觉了。 他已经将觉察到了墨小鱼的不轨, 但是却逃不掉, 任由墨小鱼极尽风流之能事, 让自己陷入深不见底的欲望深渊里。 除了欺负我, 你还能干什么事? 完颜柔家回头白了墨小鱼一眼, 像是在埋怨, 又像是在鼓励, 娇声细语, 随着浴缸里的水波渐渐翻滚, 两人终于安静下来。 墨小鱼扯过浴巾, 替他擦干净身上的水, 将其抱进了被窝里, 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醒来一看, 枕边的墨小鱼已经不见了。 他现在也学会了打电话, 他发现这就好像是给墨小鱼的脖子上 拴了一根绳子, 让他时时刻刻都在自己的掌握中, 随时都可以找到他。 你干什么去了? 完颜柔家躲在被窝里问道, 我在楼下的咖啡厅排队给你买早餐呢, 你醒了,我一会就回去了。 那好,我等你。 完颜柔家幸福地闭上眼, 继续自己的回笼教。 墨小鱼刚刚放下电话, 就看到了对面的白鹿抛来的白眼。 墨小鱼, 我发现你现在这瞎话是张嘴就来, 都不带打愣的, 刚刚又是在骗哪个小姑娘呢? 昨晚的床上课吗? 白鹿喝了口咖啡, 问道, 苏菲。 墨小鱼淡淡地说道, 墨小鱼, 我这个人其他本事没有多少, 但是我这听力还是不错的, 刚刚电话里的声音绝不是苏菲, 我又不是没听过她说话。 白鹿说道, 算了我的是你哨馆, 你飞了大半个地球, 不是来管我的风花雪月的事吧, 还是先说说正事要紧。 墨小鱼说道, 你以为我愿意管啊, 这事还是要找宇田爱, 他身上不是有酱头吗? 不能用了。 白鹿问道, 用过了, 这个消息就是在唤醒酱头时得到的, 另外, 你回去帮我查一个叫陶七爷的人, 这个人现在是石田杨平的座上宾, 这个原青花大罐就是出自他手, 这要是让石田杨平牢牢地把握住这个人, 那么将来的致辞夜, 中国将被日本超越, 这虽然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事关民族尊严, 看看这个人是被迫留在日本, 还是自愿任贼做父。 墨小鱼说道, 我知道了, 但是宇田爱那里, 不能再用用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消息, 你不善于审判, 不知道哪些该问哪些不该问, 还是把他控制了, 我来问。 白鹿说道, 不行了, 他现在怕是再也不愿见我了。 墨小鱼摇头说道, 为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白鹿问道, 我去大英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他一路跟着, 可能是发现了前天见面时发射的事了, 所以找我来算账的, 但是没想到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让我拖到了厕所里, 那啥了? 墨小鱼说得隐晦, 没好意思说明白。 那啥了? 咋了? 白鹿皱眉问道, 就是那啥了吗? 墨小鱼又说了一遍, 啊, 你的意思是在他完全清醒的时候。 白酷捂住了嘴, 问道, 对, 我就看不惯他那静静的样, 而且在金门时对我痛下杀手, 要不是跑得快, 肯定死翘翘了, 所以, 这一次, 我没留情, 我就是要让他记住, 老子不是好惹的。 墨小鱼恨恨地说道, 墨小鱼虽然这么说, 但是白鹿却不会就这么信了, 因为墨小鱼现在是谎话连篇, 他的十句话, 你得抽出来九成水分, 剩下的那一成, 还得再拧巴一下才能信。 墨小鱼, 我发现了一件事, 那就是你现在越来越混蛋了, 你知道你干了一件什么蠢事吗? 你这样会让他提高对你的警惕, 而且对他的日常生活, 很可能会造成影响。 这样一来, 他很可能通不过每年两次的检测, 到时候, 这人对我们的价值就没有了, 谁给你这样的权利? 白鹿看看周围, 压低了声音怒吃道, 有这么严重吗? 墨小鱼不信地问道, 不行, 这件事我要马上上报。 白鹿说道, 马上上报。 那行, 我保证, 你上报后一星期, 雨田爱就失踪了, 这件事是肯定的, 就你们那单位。 你告诉我, 巴黎的事弄明白了吗? 墨小鱼问道, 一句话把白鹿堵死了, 你想怎么办? 愣了一会, 白鹿问道, 雨田爱提供了这么一个消息, 他说, 石田阳瓶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们是要趁着石田阳瓶在伦敦时, 提前将东西倒出来, 让石田阳瓶鉴别真伪, 我们要想知道, 那东西在哪里, 只要守住了石田阳瓶, 这就没事了, 让你的人把石田阳瓶的住处都监视起来, 包括电话等一切东西, 到时候那些人把东西取来让他鉴定, 或者说石田阳瓶出门去鉴定, 这都可以摸清对方是谁, 甚至把东西拿到手, 墨小鱼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看不出来, 你的脑子现在也学会转弯了, 白鹿白了他一眼, 生气地拿起自己的东西出了咖啡店的门, 消失在人海里, 墨小鱼提着早餐回到了酒店, 今天心情很好, 他发现了一件事, 只要是有白鹿的地方, 自己的心里就很踏实, 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这样的感觉是来自心底的, 看着完颜柔家一个人吃早餐, 墨小鱼打开一个汉堡包也想吃一点, 但是还没吃呢, 电话就进来了, 是消停了两天的董子墨打来的, 董公子, 啥事? 墨小鱼问道, 大事, 你在酒店吧, 我就在你酒店楼下呢, 我方便上去吗? 董子墨问道, 算了, 我还是下去吧, 墨小鱼说道, 你又要出去啊, 完颜柔家最近很年墨小鱼, 恨不得时时刻刻都陪在他身边才好呢, 但是他也知道, 墨小鱼有很多的正事要办, 不可能时时刻刻拴在自己身边, 就在楼下, 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去见见朋友, 墨小鱼笑笑起身要离开, 不能在这里接待吗? 这里挺好的呀, 完颜柔家指了指客厅, 说道, 墨小鱼笑笑, 走到他的身边, 捧起他的脸, 说道, 你太漂亮了, 以至于所有的男人都对你有觊觎之心, 所以我要把你藏起来自己享用, 不舍得让别的男人看见你, 我心疼, 这话要多肉麻, 有多肉麻, 要多不要脸有多不要脸, 但是女人听着高兴啊, 所以一句话把完颜柔家心里所有的不快都冲淡了, 起身把墨小鱼送到了门口, 还亲自拉开门, 将墨小鱼送了出去, 墨小鱼出了门, 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和陈飞打了个招呼, 下楼去了, 什么事, 这么着急, 墨小鱼又要了一杯咖啡, 今天喝了三杯了, 史密斯给你打过电话, 你知道吗? 董子墨问道, 知道啊, 但是我没接, 第二次直接把他拉黑了, 找我干嘛, 找你那去了, 墨小鱼问道, 干嘛? 我靠, 你那牛逼都吹出去了, 说什么能画寒息仔夜宴图, 他爸爸是个中国文化迷, 当然知道那幅画了, 所以, 非要邀请你去参加他们的家宴, 你看怎么办吧? 董子墨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那能怎么办, 跑呗, 我和他又没什么交情, 干嘛呀, 凭什么呀? 墨小鱼不满地说道, 哎呦, 我忘了这茬了, 你还得非去不可, 要么你就承认自己是吹牛的, 你知道吗? 不但是他爸爸的朋友, 还有那天我们沙龙上几个人, 董子墨说道, 是吗? 那, 那个谁, 那个, 他叫什么来着? 鸽子, 鱼子鸽, 他去吗? 墨小鱼瑟瑟地问道, 我日, 你还说你对人家没意思,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当然去了, 董子墨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 说道, 哦, 我的意思是他去我就不去了, 他误会, 董子墨本以为自己能猜中墨小鱼下半句, 但是没想到这家伙还这么会闪人, 那我怎么和史密斯说, 让他取消邀请鱼子哥, 这不太好吧? 董子墨说道, 开玩笑呢, 你是要去的吧, 咱们到时候一起去吧, 墨小鱼说道, 好, 到时候我来接你, 今晚七点, 董子墨说道, 送走了董子墨, 墨小鱼回到了酒店房间, 因为昨夜完颜柔家做噩梦的事, 所以他昨晚也没睡好, 和完颜柔家腻歪了一回, 就上床睡觉了, 今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临近中午, 房门传来了敲门声, 是苏菲回来了, 墨小鱼坐起来, 摇摇头, 睡得昏昏沉沉地走到了客厅, 完颜柔家给苏菲倒了杯水, 看着墨小鱼的样子, 苏菲说道, 昨晚活动很剧烈吗? 你大白天可是很少睡觉的。 苏姐姐, 我是不是哪里又得罪你了? 完颜柔家上前挽住苏菲的胳膊摇晃着撒娇道, 我是问他, 又没说你, 你以为他就你我两人吗? 苏菲还嫌事情不够大, 不停地呛火, 但是完颜柔家的火气早就发过去了, 尤其是刚刚墨小鱼下去, 见人之前捧着完颜柔家的小脸, 说的那些肉麻的话, 让完颜柔家一天的心情都非常好, 所以苏菲的挑拨丝毫没起到作用。 行了, 挑拨的话就不要说了, 现在家家懂事了, 你那套不管用了, 还是说正事吧。 墨小鱼摆摆手说道, 我找了一名律师去见他了, 精神尚渴, 但是身体大不如前了, 监狱里毕竟不是什么好地方。 苏菲说道, 他怎么说? 有合作的意思吗? 墨小鱼问道, 律师问他了, 他说要考虑一下, 他也知道,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想要把它捞出来, 那肯定是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所以, 这人精明着呢。 苏菲说道, 精明点好, 我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 那样不累。 墨小鱼手指翘着桌子, 说道, 你真打算干啊? 苏菲问道, 我捞他出来, 也不是单单为了这一件事, 他既然有这个本事, 那他就能把这些本事交给其他人, 世界上有中国文物的地方多了去了, 何至于单单这里呢? 墨小鱼说道, 那你的意思偷遍全世界啊? 苏菲问道, 你做好你的事就行了, 其他的事到时候再说吧。 墨小鱼说道, 好吧, 听你的, 你是老板吗? 苏菲伸了个懒腰, 准备回房间呢, 墨小鱼一句话就把他定住了。 还有件事, 已经确定消息了, 绝业就在日本, 我还没搞清他的具体位置, 但是他还活着, 这次元清花的拍卖, 就是他在背后指挥着石田阳平运作的, 和我们当年运作字画是一样的道理。 墨小鱼说道, 墨小鱼说道, 真的是他, 没错, 我在想,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是就他, 还是就这么装作不知道呢? 反正这事只是在我们的可与不可之间, 但是绝也把这条线交给我, 这是对我有恩, 这恩情能不报答吗? 墨小鱼叹气道, 怎么, 听你这意思是要救了呗? 苏菲问道, 嗯, 我想好了,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要有个表示, 否则, 以后我被人设计了, 谁还会来救我? 墨小鱼说道, 苏菲砸巴了一下嘴想要说什么, 但是到最后, 还是没说出口来。 问题是怎么救, 这是要好好合计一下, 否则, 万一人就不出来, 再把自己搭进去, 那才完蛋呢。 墨小鱼说道, 我觉得这是太难了, 那可是在人家的地盘, 你想想, 他们既然把他弄了去, 看管肯定会很严格, 绝也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农村老头, 要是有逃出去的机会, 他肯定会出去的。 苏菲说道, 所以, 我想借着拍卖会时, 去见见石田杨平, 直接把话挑明了, 看看他怎么说, 无非是讲条件嘛, 到时就看看我的条件是不是让他满意了。 墨小鱼说道, 苏菲听到墨小鱼这么说, 摇了摇头, 说道, 那可是个老狐狸, 我觉得, 你胜算不大。 再说了, 既然绝也能为他出谋划策, 这就证明, 绝也没危险, 你又何必非要把他救出来呢? 受制于人, 寄人篱下, 这是好滋味吗? 再说了, 这又不是绝业自己愿意去的, 那可是被绑去的。 墨小鱼说道, 那又能怎样, 如果不是他给日本人出谋划策, 他们至少要过几才能走到这一步吧, 现在呢? 再说了, 他既然把这条线传给了你, 你一个人可是事关很多人的生计, 你就这样卷入这件事, 这也不是负责的态度吧。 苏菲说道, 墨小鱼没想到, 苏菲对这件事反应如此激烈, 墨小鱼又想到, 既然连苏菲都反对, 那自己更不敢将这件事告诉白鹿了, 只是绝业之事, 难道就这么算了? 苏菲看到墨小鱼在犹豫, 上前继续劝道, 这件事就算是要做, 也不能急在这一时, 一来这不是我们的地盘, 在这里出点差错, 很容易把事情闹大, 再说了, 这次拍卖会, 我们也有拍品要商, 不能节外生智。 咦, 你不说这事我倒是忘了, 咱们有拍品商拍卖会这事, 日本人好像不知道呢, 如果他们知道了, 怎么会不拿这事要挟我们? 墨小鱼问道, 苏菲也是一愣, 他们的注意力一直都在原青花大惯, 对自己的拍品倒是没多少注意了。 你什么意思? 苏菲问道, 你想, 拍卖会的拍品是向全世界公布的, 石田阳评既然来参加, 那么绝业也一定知道拍卖会上都是有哪些拍品。 石田阳评甚至会问他关于唐伯虎那浮化的问题, 但是他都没暴露我们, 一定是这样。 墨小鱼右手握拳, 一下子打在左手里, 激动地说道。 苏菲明白墨小鱼的意思了, 决业一定要就出来。 在和董子墨约定的时间到了之后, 墨小鱼一个人下了楼, 嘱咐陈飞提高警惕, 在自己回来之前, 他们不能离开酒店。 咦, 怎么就你一个人下来了? 那两个呢? 董子墨朝墨小鱼身后看了看问道。 他们累了, 不想去。 墨小鱼说道。 不是吧? 哦, 我明白了, 鱼子哥, 对吧? 你小子, 我警告你, 那娘们可不是好惹的, 精明得很。 那个富二代贺祥语, 自诩风流多金, 但是被一个鱼子哥玩弄于鼓掌之间。 好几年了吧, 他们从高中就到英国来读书了, 到现在连手都没牵过。 但是呢, 那小子还不敢乱来, 估计都不知道怎么上床了。 董子墨呵呵地笑道。 哎, 董公子, 你又多想了, 我去呢, 也就是去看看, 应付一下那个史密斯, 没办法。 这是人家的地盘, 而且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墨小鱼说道, 好好, 我记下你这个人情了, 说真的, 公司的事你到底怎么想的? 餐一股吧, 为自己留条后路, 万一国内混不下去了, 我在国外还能给你留口饭吃。 董子墨说道, 墨小鱼笑笑, 不置可否, 问道, 你现在是不是很缺钱, 我可以赞助你, 但是入股的事就算了吧。 真的不行啊。 那好, 借我一百万吧, 英镑。 董子墨大言不谈地说道, 这么多, 你办一个这样无本的公司, 还用得着这么多钱。 墨小鱼皱眉问道, 你以为只有国内讲关系吗? 你错了, 国内我们讲的是人情, 我们还可以不花钱办事, 只要是关系在, 对吧? 但是这里不行, 这里不讲关系, 没人会无常地为你做事, 他们必须见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才能为你办事, 就这么简单。 董子墨说道, 嗯, 这倒是外国人的风格, 亲兄弟名算账。 墨小鱼笑笑说道, 所以, 这前期的费用不少呢? 董子墨说道, 好吧, 我回去筹措一下, 给你打过来, 现在没钱。 墨小鱼说道, 好哥们, 这钱就当你入股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做的什么事了, 这他妈的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董子墨搂住墨小鱼的肩膀, 高兴地说道, 墨小鱼真的没拿这是当回事,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 董子墨说得没错, 这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英国的上议院是由贵族和皇室成员组成的, 权力有限, 而且成员的资格是可以继承的, 但是下议院不同, 下议院是由平民组成的, 是有任期的, 而且要经过竞选才能当下议院的议员。 既然是这样, 墨小鱼想, 作为下议院的议长, 即便是组织一个家庭宴会, 也不过就是几十个人罢了吧, 但是到了之后, 墨小鱼才发现, 这个所谓的下议院的议长, 也就是老史密斯, 一点都不是个平民, 而是一个巨富。 住宅是一个面积巨大的庄园部说, 他的宴会厅就设在他自己的家里, 而他的家则是十九世纪的一座古堡, 而且还是当时皇室的离工。 我说, 史密斯家里够有钱的, 这地方不是租来的吧? 墨小鱼笑问道, 废话, 他们家祖商是开钢铁公司的, 当时英国百分之八十的钢铁 都是他们家链出来的。 现在的生意也是遍布全球, 但是史密斯也是个政治狂热分子, 所以一心都在结交世家子弟, 而中国一直都是英国理想的投资目的, 史密斯家在中国也有不少投资, 所以他才对我们这些官二代富二代有兴趣。 董子墨说道, 不是我们, 是你们。 墨小鱼纠正道, 他们拿着邀请韩进了院子, 经过了安检, 到了宴会厅, 此时他们来得早了点, 客人还没到齐, 所以宴会还没开始, 但是史密斯早就看到了墨小鱼和董子墨, 招手示意他们上二楼。 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 这里视野开阔, 可以看清楚宴会厅的全局, 但是却不容易被发现。 而在这里的一六墙壁上, 史密斯居然真的挂上了一圈的画布, 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颜料。 墨先生, 你看, 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 史密斯问道, 你真要画啊? 当然, 怎么, 有什么不妥吗? 史密斯问道, 墨小鱼看向董子墨, 那意思是你说句话啊, 但是董子墨这小子不但不为墨小鱼说话, 反而说道, 小鱼, 你看, 史密斯认真了, 怎么办, 要不然你就辛苦一下, 至于费用吗? 史密斯, 你怎么想的? 哦, 该死, 我居然把这事给忘了, 这些可以吗? 说完, 史密斯从钱包里抽出来一张支票, 递给了董子墨。 嗯, 十万英镑, 这画布也有十米吧? 我看就这样吧, 一米一万, 如何? 小鱼, 你认为呢? 董子墨像是是个中介一样, 问问墨小鱼, 又问问史密斯。 事到如今, 墨小鱼 也只能是赶鸭子上架了, 点点头, 说道,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 就这么办吧。 好, 他答应了。 董子墨对史密斯说道, 哦, 那太好了, 你们随意, 要吃什么喝什么, 都可以直接去下面去, 我再去招呼一下其他的客人, 待会再过来。 史密斯说道, 史密斯并未去招呼其他的客人, 而是去了走廊的尽头, 从哪里拐出去, 就是另外一栋小楼, 而在那个小楼的会客室里, 老史密斯正在和一个人相谈甚欢。 这人赫然就是石田杨平, 见到史密斯回来, 石田杨平问道, 如何? 石田先生, 他答应了, 正在准备作画, 您真的认为他有这个能力? 史密斯问道, 有没有这个能力, 待会不就知道了吗? 他既然敢接下来这个委托, 那就证明他是有些本事的, 至于画成什么样, 那就是到时候看作品吧。 石田杨平说道, 实在是想不到, 石田先生对中国的文化也是这么痴迷, 发现了这么一个人才, 您是不是也想培养一下? 老史密斯问道, 我对中国的人才一向都是十分珍惜的, 中国人太多了, 而且, 他们也不是那么看重人才, 往往很多人都是怀才不遇, 但是他们又很自大, 如果这些人才到了国外有了成就, 他们又会把这些人才当祖宗一样供起来, 想想, 真是很有意思。 石田杨平说道, 在他身后站着一个人, 正是宇田爱, 刚刚他们又提到了这个家伙, 这个人真是阴魂不散啊, 但是他一直都不知道, 石田杨平和老史密斯之间有什么交易, 只是看这些人笑得如此诡异, 肯定是有些自己不知道的事吧。 石密斯先生, 我们都是明白人, 我也知道你邀请我来是想干什么, 我们开始吧。 石田杨平问道, 老史密斯看了看自己儿子, 而石田杨平则什么都没做, 宇田爱和小史密斯就退出了房间, 在门口一边一个站着不动。 老史密斯看向石田杨平, 问道, 我想知道, 你的方案是什么, 怎么才能保证我的利益? 这是不解决, 我是不会拿出来地图的。 石密斯先生, 那些财富是属于日本的, 虽然我们存放到了不同的地方, 但是这些东西的产权没有变, 我们能和先生平分吗? 我们已经是吃了很大的亏了。 石田杨平说道, 哈哈哈哈, 石田先生, 这样的话可不可以不要再提了? 那些东西都是你们从东南亚其他国家掠夺的, 到现在反而成为你们的了, 这不是可笑吗? 老史密斯也被石田杨平的不要脸逗乐了。 石田杨平的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看得老史密斯只想笑。 再说了, 基于这些地图的人有的是, 我要是轻易试人, 难保不会被偷, 而且我知道, 巴黎的保罗先生家里也有一张这样的地图, 可是被中国人偷走了, 而你们呢? 又从中国人手里黑吃黑了, 没错吧? 老史密斯问道,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史密斯先生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的是我们的合作, 我先说说我的协议吧。 石田杨平说道, 请讲, 我们可以合作开发, 拿到东西再分, 这是一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是, 我们可以预先支付给先生一笔钱, 到时候多退少补, 先生更倾向于哪个方案? 石田杨平问道, 我想知道你预先支付多少钱? 老史密斯一点都不傻, 至于拿到东西再分钱, 这个风险太大了。 我们可以支付预估中的一半, 但是要等到地址确认后才能支付。 石田杨平说道, 听起来这主意不错, 我要好好考虑一下, 在石田先生离开伦敦前, 我会通知您, 好吗? 老史密斯问道, 庄园里的夜景不错, 但是相较于这美丽的夜景, 石田杨平的心情是灰暗的。 老史密斯如此谨慎, 他对自己的手下这次行动的成功率 不抱很大的希望。 老师, 我们还去宴会厅吗? 宴会好像开始了。 宇田爱问道, 他是想去看看墨小鱼, 看看能不能找到下手的机会, 但是自己的短刀和手枪都被安检拦下了, 要想干掉墨小鱼, 恐怕是要费不少的劲。 走吧, 去看看, 也好必闲。 石田杨平说道, 此时的墨小鱼, 正在构思这幅画到底应该从哪里起比, 到哪里落比, 远近不同, 人物的勾画自然不同, 所以这一切都是需要极强的技巧。 怎样, 有思路了吗? 董子墨端了两杯酒过来, 两人靠在圆形的围栏上, 看着下面的宴会厅。 这个买卖不好做呀, 这么大的场面, 要想把握每一个人的表情,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要把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 这简直是在考验我的极限。 墨小鱼说道, 呵呵, 我知道你行, 哎, 鱼子哥来了, 果然吧, 我说了吧, 贺祥鱼也来了, 待会我替你救, 缠住贺祥鱼, 你要加快点速度, 给你半小时能办完事吗? 董子墨问道, 什么? 墨小鱼没明白董子墨的意思, 问道, 靠, 这都不明白, 你这是在装傻吗? 半小时应该差不多了吧, 难道你, 还能在这里干上一个小时吗? 你有这么厉害吗? 董子墨看了看墨小鱼的裤裆, 他这才明白, 董子墨到什么意思了。 滚蛋吧你, 我靠, 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卧错了? 墨小鱼说话的声音大了点, 于子哥一抬头, 看到了他, 居然向他展颜一笑。 墨小鱼也是微笑面对, 于子哥看了看周围, 看到了楼梯, 居然走了上来。 鸽子, 你去拿。 贺祥鱼自然看到了墨小鱼和董子墨, 心里很不爽, 但是这里是别人家的宴会现场, 自己还能怎么样? 只能是忍着, 紧紧跟在于子哥身边要上来, 但是于子哥一回头, 说道, 你上去吧, 我不去了。 你, 鸽子, 你怎么这么任性呢? 贺祥鱼说道, 此时董子墨下了楼梯, 搂住了贺祥鱼肩膀, 说道, 走, 哥们一起喝一杯。 贺祥鱼本不想搭理董子墨, 但是被他一下子拉到了楼下, 到了人群中, 董子墨才说道, 女人啊, 就那样, 你越是给他脸, 他越是看不起你, 你要是不理他了, 他反倒会反过来巴巴找你, 你放心吧, 墨小鱼不是那样的人, 而且, 墨小鱼的女人都比于子哥好看, 你担心什么? 我靠, 董子墨, 你的嘴是不是欠啊? 贺祥鱼不满地说道, 别勾咬吕洞宾, 不使好人心啊, 我这可是为你好, 这里是史密斯家的私人宴会, 你要是因为于子哥和墨小鱼闹大了, 这是你怎么收场, 以后谁还敢请你, 再说了, 你这些年的付出, 圈里人都知道, 但问题是你有收获吗? 董子墨不失时机地讥讽贺祥鱼道, 我愿意行了吧, 关你屁事, 贺祥鱼白了董子墨一眼, 一抬头, 正好看到明显墨小鱼和于子哥趴在围栏上, 端着酒杯, 有说有笑地说着什么, 贺祥鱼的眼里都要喷火了, 墨小鱼居然还举起酒杯向他示意, 你男朋友好像对我很有意见, 墨小鱼问道, 他不是我男朋友, 你不要胡说, 于子哥说道, 不是你男朋友, 居然能这么黏糊你, 我不信啊, 那天在沙龙, 要不是史密斯, 我可能就没法脱身了, 墨小鱼说道, 所以你就真的来了, 于子哥问道, 不, 我是听说你要来, 我才来的, 墨小鱼端起酒杯回过身去, 看着墙上挂好的画布, 说道, 我也学过画画, 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 于子哥将酒杯放到一边, 做事要帮墨小鱼, 但是被墨小鱼阻止了, 我自己就行了, 你可以在旁边看, 我想问一下, 你也想入画中吗? 墨小鱼玩味地问道, 不, 算了吧, 我没那么虚荣, 不过能让我见识到, 这么一幅巨型画作的诞生, 也是我的荣幸, 我真是很好奇, 这么大的一幅画, 要是在一般的画家那里, 怕是要画上几年了, 你真的能在宴会结束前完成? 于子哥不信地问道, 应该可以, 我做画时, 精神高度集中, 其他的任何东西, 都不能打扰到我, 所以我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完成, 咦, 宴会这是要开始了吗? 墨小鱼问道, 可能是吧, 我看到史密斯了, 他旁边的那个老头, 就是他的父亲, 看来宴会马上开始, 于子哥说道, 但是就在这时, 门口进来了两个人, 一个是石田杨平, 一个是宇田爱, 这倒是让墨小鱼大感意外,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他们也是老史密斯邀请来的? 老史密斯已经开始讲话了, 但是墨小鱼没功夫管石田杨平和宇田爱了, 他要集中精力, 定格此刻现场的一切人物站的位置, 面部表情, 高矮胖瘦都要一一记在心里, 接下来就是呈现在画布上的过程, 而且还要有响有略, 突出哪些人, 哪些人可以忽略掉, 这都是要考虑的, 毫无疑问, 围绕在老史密斯身边的人, 肯定是今晚的贵宾, 自然是需要详细的, 但此时墨小鱼却想到, 一定要把石田杨平和宇田爱画进去,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真是匪夷所思, 宴会厅这边热闹非凡, 所有来宾都是频频举杯, 等到老史密斯讲话完毕后, 各自开始寻找自己想要结交的人碰碑交谈, 这就是所谓的宴会, 当然了, 来这里的人都不是为了来吃东西的, 几点了? 石田杨平问宇田爱道, 宇田爱看了一下自己的表, 说道, 八点半了, 石田杨平点点头, 他的人应该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总是出其不意, 谁能想到他人在这里, 但并不妨碍他的人再去偷老史密斯的东西, 恐怕老史密斯也想不到这一点吧, 两个黑影渐渐靠近了老史密斯的办公楼, 这里面既有卧室, 也是书房和办公的地方, 他们最后断定, 那张纸图应该是在书房里存放着, 所以他们破坏了楼里的防盗系统后, 直奔书房去了, 但是老史密斯的书房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书房, 可是进入之后却是机关重重, 首先是进去木门之后是一道玻璃墙, 而玻璃墙上是一玻璃门, 这里采取的是密码锁, 最为糟糕的是, 虽然是他们破坏了整栋楼的防盗系统, 可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万事大吉了, 因为防盗系统和这些单个的关口不是一回事, 每一道锁又是一套单独的防盗系统, 而且有的还是相互配合防盗, 比如进门之后的玻璃门, 离木门有两米之遥, 这两道门的防盗就是相互联系的, 这两人只顾着研究怎么打开玻璃门了, 可是后面的木门却悄悄地关上了, 毫无声息, 以至于门锁上后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被锁在屋里了, 可是却在玻璃门和木门之间的空隙里, 坏了, 我们遇到子母门了, 其中一人说道, 什么意思? 另一人问道, 这种门叫子母门, 开始时, 我们是进来了, 但是如果这道玻璃门打不开, 我们也就出不去了, 你看看那道木门, 在里面想打开都找不到锁眼, 我们是要进去, 不是要出去, 你赶紧开玻璃门吧, 打开了也就能出去了, 于是, 二人戴上耳机, 拿出手提电脑, 开始解玻璃门上的密码锁, 可是十分钟过去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两人脸上全是汗, 怎么样, 不行放弃吧, 其中一人提议道, 问题是, 现在就算是放弃的话, 我们一样出不去, 半个小时后, 门终于被打开了, 身后的木门也是咔嚓一声, 锁解开了, 可是是进还是退, 两人的意见不能统一, 到最后, 请示了外围指挥的人, 还是要进去, 既然来都来了, 万一能找到呢? 但是真的进了办公室时, 才发现, 这里与其说是办公室, 不如说是保险柜仓库, 在外面放着的材料很少, 可能大部分的东西, 都在保险柜里, 怎么办? 都打开, 到天亮能打开吗? 那怎么办? 挨个试试吧, 现在没接到回去的命令, 你想死啊。 于是, 这俩个贼继续开锁之路, 渐渐地, 他们发现, 这个办公室的主人, 不但是保险柜的收藏者, 还是个变态的收藏者。 当打开了一个保险柜时, 按说里面, 应该是文件之类的东西了吧。 没想到里面套着一个小保险柜, 如果你以为小保险柜小, 可以抗走, 那你又错了, 那些小保险柜都被焊接在保险柜里了。 妈的, 我要疯了, 这怎么办? 请示一下, 回去吧, 这没法弄, 问题是, 我们不知道那东西在哪个保险柜里, 这玩意还不得开到明天这个时候。 但是就在他们请示时, 却发现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他们的指挥官好像是消失了一样。 那怎么办? 事情不好, 走吧。 可是刚刚推开木门, 却发现门口有三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们, 这已经非同小可, 其中一人还想缩回办公室, 但是刚刚一动了一下, 就被人一脚踢在了下巴上, 向后仰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石天阳平躲在一个角落里, 他没有双臂, 所以也不能端着酒杯到处交际, 这也不是他的风格, 宇田爱则是站在他的身边随时伺候着。 但是他一直都在注意着二楼的动静, 可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除了刚刚进门时看到了莫小鱼趴在栏杆上, 和一个女人有说有笑之外, 现在却看不到人了。 不是莫小鱼跑了, 而是他现在正在全身贯注地画着画, 这也让鱼子哥第一次开了眼, 原来画画还可以这样画。 莫小鱼的一只手端着颜料盘, 颜料盘里是数十种颜料, 而他的左手上却夹着十多根画笔, 就连两边上的耳朵上也夹着两根画笔。 从开始画画时起, 再为和他说过一句话, 看起来毫不相干的颜料, 在莫小鱼手里, 焕发了最大的生机, 一点一抹, 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就展现在了面前, 而且人物如此之小, 却能让人感受到他们的表情。 此时鱼子哥想起了莫小鱼, 在沙龙里说的那句话, 他拿自己的话, 和韩西仔夜宴图相比较。 当时鱼子哥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是心里却不信莫小鱼有那本事。 而这一点, 也成了贺祥宇嘲笑莫小鱼的一个笑料, 可是不是现场看到, 你决然是体会不到这种震撼的。 离宴会结束还有多久? 莫小鱼问道, 这个,怎么问? 鱼子哥赶紧答应道, 此时去看楼下的宴会, 鱼子哥看到有人, 走到老史密斯的身边, 在他的耳朵边说了一句话, 老史密斯点点头, 然后和身边的人打个招呼后, 就和那人一起出去了。 史密斯人呢? 问问他不就知道了? 莫小鱼边话边说道, 好, 我这就去问问。 鱼子哥去找史密斯了, 可是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史密斯人在哪里, 因为他此时不在这栋楼里, 而是去了他父亲的办公楼, 刚刚带人堵住那两个贼的就是他。 石田阳平的眼睛是雪亮的, 看到老史密斯出了门, 对宇田爱说道, 联系一下我们的人, 看看他们在吗? 可是当宇田爱打过一个电话后, 摇摇头, 无人接听, 如果不是出了意外,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走吧, 看来他们失守了, 在这里被主人堵住, 不是什么好看的事。 石田阳平说道, 于是宇田爱扶起石田阳平向门外走去, 准备提前退场了, 可是还没到车前, 就听见身后有人说道, 石田先生这么急着走, 有什么急事吗? 宴会还没结束呢? 石田阳平听到这个声音, 愣了一下, 慢慢回身, 说道, 年纪大了, 身体残疾, 还是早点回去休息为好。 是吗? 我这里也有很多的客房, 石田先生不如留下来住一晚, 这半夜行车可是不太安全。 老史密斯不冷不热地说道, 石田阳平一愣, 这是赤果果的威胁啊, 但是他打定了主意, 要立刻离开这里。 呵呵, 史密斯先生, 你对每一位的贵宾 都是这样的待遇吗? 屋子里的人可不少。 不不, 我只是一片好意, 既然石田先生不方便, 那就请便吧。 老史密斯笑笑, 说道, 石田阳平再没说其他话, 弯腰坐进了汽车里, 消失在夜幕中。 爸爸, 为什么要放他走? 小史密斯不解地问道, 留下他又能如何, 这件事只能是悄悄地处理, 要是闹大了, 对我并没有什么好处, 这个老东西, 还和我来这一套, 看来和他的合作, 我要考虑一下了, 这人不足信。 老史密斯对儿子说道, 可是不和他合作, 我们自己的力量, 可是完不成这件事。 小史密斯说道, 老史密斯说道, 再等一下, 你要记住, 在事情无法解决时, 宁可停下来等一下, 也不要盲目地前行, 这是大忌。 老史密斯说道, 明白了, 爸爸。 小史密斯随即又想到, 刚刚逮住的那俩个人怎么办, 那俩个人是不是要交给警察? 小史密斯问道, 不, 先关着吧。 老史密斯说道, 爸爸, 你是怎么知道, 今晚会有人来盗窃的, 你早就知道是十天阳瓶吗? 小史密斯问道, 不, 我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是他好像对十天阳瓶的行踪很熟悉, 一举一动都知道,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我猜对方很快就会找上门来, 至于是什么条件, 那就不知道了。 老史密斯说道, 宴会还在进行, 老史密斯回到大厅后, 更多的都端着酒杯过来, 和他碰杯喝酒, 小史密斯却上楼去看看, 莫小瑜到底画得怎么样了。 在沙龙时, 小史密斯也没有想过, 真的邀请莫小瑜来做宴会图, 但是当前几天, 十天阳瓶来拜访时, 小史密斯正好向父亲请示此事, 没想到十天阳瓶 当即就让老史密斯一定要促成此事, 那个时候, 十天阳瓶可能就已经在准备今晚动手了, 在他想来, 莫小瑜或许可能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那么, 外面的压力就小得多了, 可是他没想到的, 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监视着, 要想从老史密斯那里, 把东西倒出来, 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更何况, 他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并不是那么细致, 本来动手的时间还要晚几天, 可是一心想要趁着十天阳瓶在伦敦, 让其鉴定一下藏宝图的真假, 老史密斯手里的黄金分布图和巴黎被白鹿和秦凯声道出来的藏宝图都是在菲律宾, 当二战末期, 日本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后, 大批的黄金已经不可能运回日本了, 所以选择了就地掩藏, 可是时代久远, 尤其是参与这项计划的人死得死, 逃得逃, 就连当时的分布图都遗失了不少, 像巴黎的保罗和伦敦的老史密斯, 他们的藏宝图都是在香港买的, 至于是真是假, 无从认定, 可是日本人所做的事情倒是真的, 所以菲律宾一直都是寻宝者最热衷的地方, 谁都想移, 夜暴富, 但是没有图纸, 没有标记, 到哪里去找? 上个世纪, 马克思政府曾经找到过一批黄金, 但是因为没有图纸, 耗费的金钱比黄金还昂贵, 所以, 没有图纸, 一切都是白扯。